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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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门前的山坡上 又靠地板了叶叶的花 像摘一朵大海在 黑黑的头发 就像两小五彩的 我们狂人过家家 有上一个迷惘 像被爱你的妈 那后你没有告别 匆匆离开了家 我暗色在山坡上 舞羊骑着马 原本以为我们是 一根丧生的男的娃 我说你落地却逻辑 上来的方法 在见你是你还是 那狗狐狐狸的头发 只是眼里藏不住 你想对我说的话 我说等你出家的男人 就让我送你吧 一点点点口不说话 来人就流过脸下 把我从往中惊醒的 是阴晴的所谓 但眼前的人 却变成从心的傻瓜 手里套着山坡上 手里奔着山上的烟花 吸着孤独的马 那你车船给我 去送到这里吧 那梦里没有告别 匆匆离开了家 我说等你出家的男人 就让我送你吧 我说等你出家的男人 一点点点口不说话 就流过脸下 把我从往中惊醒的 是阴晴的所谓 但眼前的人 却变成从心的傻瓜 手里奔着山上的烟花 吸着孤独的马 那你车船给我 去送到这里吧 一家门前的山坡上 又看你伴了叶叶的花 不像在一朵海 在一雾黑的桃花 就像两小五彩的 我们狂人过去的家 不像一个迷惘 我看你爱的妈 那后你没有告别 匆匆离开了家 我暗闲在山坡上 不养骑着马 原本以为 我们是一根 风生的两个娃 我说你落地却落地 我看你爱的方法 在见你是你还是那 从心的傻瓜 手里奔着山上的烟花 吸着孤独的马 那你车船给我 去送到这里吧 那后你没有告别 匆匆离开了家 但我还在那山坡上 不养骑着马 原本以为 我们是一根 风生的两个娃 我说你落地却落地 想买的方法 在见你是你还是 那头乎黑的桃花 是眼里藏不住 不想对我说的话 我说等你出家的那天 就让我做迷茫 你听听听听听听说话 但你就流过脸颊 把我从梦中惊醒的 这是引起的索独的马 让它引起的人 却变成从心的傻瓜 手里奔着山上的烟花 吸着孤独的马 那你车船给我 去送到这里吧 一家门前的山坡上 又看你满了叶叶的花 不想摘一朵大海 在乎黑的桃花 就像两小五彩的窝泪 狂人轮过自家 不想你个迷茫 想你来一个马 那后你没有告别 匆匆离开了家 我安心在山坡上 牧羊骑着马 原本以为我们是一根 风声的两个马 我说你我你却逻辑 向外的方法 在见你是你还是 那库湖黑的喉咙 只是眼里藏不住 你曾对我说的话 我说等你出家的那天 就让我送你吧 一念变口不说话 男人就流过脸颊 把我从往中听清的是 隐情的所有马 让眼前的人却变成 从心的傻瓜 周围奉着山上的烟花 洗着孤独的马 那天车传给我 那天车传给我 说送到这里吧 那梦里没有告别 匆匆匆区别开了家 我还在那山组上 牧羊骑着马 原本以为我们是一根 等上词段的话 我说你多的切莫心 想买个大话 在见你是你还是 那头虎黑的头发 还是眼里藏不住 不想对我说的话 我说等你出家的那天 就让我做密码 你面前都不说话 但你就流过脸颊 把我从梦中惊醒的 是引起的索罗马 但该引起的人 却变成从心的傻瓜 稍微望着山上的夜晚 起着孤独的马 那开车传给我 就送到这里吧 一家门前的山坡上 又靠地板了叶叶的花 不想再有大海在 乌黑的头发 就像两小五彩的 窝泪狂轮过自己的家 不想一个迷惘 不想再有大海在 那后你没有告别 匆匆离开了家 我暗示在山坡上 牧羊骑着马 原本以为我们是一根 风生的两个娃 我说你我力却落进 我爱的方法 再见你是你还是 那口湖黑的头发 谁人里藏不住 不想对我说的话 我说的你出家的那 你就让我送你吧 从你一口不说话 男人就流过脸颊枪 把我从梦中惊醒的 是阴晴的索罗马 该阴晴的人 却变成从心的沙发 照须抠着山上的烟花 系着孤独的马 那列车传给我 就送到这里吧 那梦里没有告别 匆匆离开了家 我暗示在山坡上 牧羊骑着马 原本以为我们是一根 沙发登山坡上的花 画出某些墨性 想要买的方法 再见你是你还是 那口湖黑的头发 还是原啊 你藏不住 不想对我说的话 我说的你出家的那 就让我送你吧 一天都不说话 就流过脸颊 把我从往中惊醒的是 因此所有的忙 改因此的人却变成 从心的傻瓜 手里纷着山上的夜晚 系着孤独的马 那列车传给我 就送到这里吧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四五五六七八 三四六五七八 三六七八八